随着Mirai继续成为丰田新闻的头条新闻,燃料电池汽车的受欢迎程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让一些人关注了一辆新的轻动力汽车的价格,而另一些人则想知道将它们的传统内燃机、动力汽车改装成使用轻气的汽车需要多少钱。 这种转换的具体成本取决于许多因素。 有许多不同的因素,这将有助于确定将您的汽车转换为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 由于这尚未成为普遍做法,因此尚未确定固定数字或价格范围,尤其是在涉及要转换的汽车型号时。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典型汽车进行某些推测,以及它们需要由H2提供动力。 首先,将内燃机汽车改装成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大约是将同一辆车改装成电池电动汽车的一半。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FCV所需的电池大小约为纯电动汽车所需电池的十分之一。 可以假设转换成本与转换成柄丸或液化石油器的成本相似。 目前,转换为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挑战是氢气的可用性。 加氢站仍然很少,而且氢气的价格仍然明显高于传统汽油。 因此,汽车本身的改装成本只是可能涉及的额外费用的起点。 即使是对FCV所看到的承诺最公开表达意见的大型汽车制造商丰田,也承认他们在燃料成本方面没有提供任何节省。 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全球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国家的目标,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来。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立即注册。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